奖声有请你 有请 刚才看到那儿 有点难受了是吗 有点感动了 他家的那个家庭氛围吧 就是感觉 然后挺感动的 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是 从小跟我姥爷一起 跟姥姥姥爷一起 然后长大的 然后我就觉得找对象的话 一般像父母健全的话 一般都不会选择我 挺感动的就是 我说全家总共圆了 把于晶的心给打动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于晶的 就是看一次 他那个反选季的短片 说是他一个人 出了17岁出来打工 然后受了很多欺负 受了很多白眼 然后后来呢 他又说自己 这么多年一个人过节 村节大家都知道 都喜欢一家人团结 是 自己一个人过节的话 心里滋味特别的不好受 然后还有 看他直播 他有的时候 台上大大咧咧咧的 但是在台下呢 感觉特别是一个成熟 坚强 有自己想法的一个姑娘 挺感动的 因为从17岁就出来打工嘛 就是可能 会吃一些苦 就是吃苦的时候 特别想有人倾诉 然后就是 讲一些话 有的 有父母的可以对父母讲 然后 今天可能工作不开心啊 或者怎么样 但是 我又不知道 该跟谁说 因为我姥姥的年纪非常大嘛 之前 她没有去世的时候 然后 我怕就是 跟她说的话 她就会担心 小的时候 然后 邻居什么 就说 把我送给好人家 那样 就是姥姥家条件 也不是特别好 然后 在我妈去世 快要去世的时候 一直就 说 不要给她送给别人 然后就是你要 就给她喂 帮我面汤 你也给她喂大 然后就是 有好多邻居都劝嘛 说你把她 送人吧 你们这么大事 哪有什么 精力去看她呀 也没有 没有钱 然后我老 也没有听 就 就可能 日日可能苦一些吧 最穷的时候 连油都吃不上 这样 我们知道了 所以余京跟姥姥的感情 特别特别的好 是吗 对 实际上 大家 找对象 谈恋爱也好 或者说平时接触 为人处事也好 不要看表象 大家看余京的表象 说 哎呀这姑娘 这嘴茶子老厉害了 但是当你走进余京的内心 你会觉得她内心 特别的脆弱 她像刺猬一样 她把自己的外在装的 很多的刺 但是是因为她自己内心 太没有安全感了 所以我就刚才为什么说 这个小伙子 她是了解了余京 这么多的故事 她愿意奔余京来 她真的 不是说喜欢余京的外在啊 或者说单独的 说对余京的了解 是非常浅层次的 你是对她有了一个深刻的了解 才奔她来 去接受她 我觉得这个 我还是很欣慰的 很开心的 今天来一个短片 是送给你的第一个礼物 包括里边都是有一些 我想对你的话 平时的了解 和以后可以给你的承诺 希望你看完 那咱们一起看这个短片呢 好 大家也一起来感受一下 这份幸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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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